千万不要把狗窝给男主 谁在下面 这就被发现了 谁来救救我 别动 在这儿可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小姐姐被抓住了 啊 楼上有危险 该怎么爬上去呢 怎么爬呀 先用垃圾桶垫一下呗 高度还是不够 这球圆圆的应该不行吧 那石头也拿来垫 高度还是不够 然后空调也可以吧 高度还是不够 这根树枝看着很奇怪 应该也可以 高度还是不够 这锤子是锤狗狗的吗 好像不行 那这门呢 哦 纸皮箱也行吧 高度还是不够 然后这边的窗户呢 哦 凳子也行的 高度还是不够 那锤子也行吧 预备不时之需 哦 等一下要用的 等等 这月亮也行吗 高度还是不够 我也是服了 那还有啥呀 这个钱好像不对劲 哎 砖块也行吧 啊 终于上来了 你完了你 成功英雄就没了 他们这是在叠罗汉吗 赶紧把衣服穿起来 让在老板回来前收拾好健身房 这强哥怎么还在放屁呀 先用一下空气清新几 不对 那女的先把衣服穿上 这边还有一个大汉堡 给教练吃 哦 他们一人吃一口对吧 然后女孩应该是前台 这个教练放哪里 这是让他躲进厕所吗 果然是这样 这还有满地的哑铃 也把他们放好 这个臭屁怎么解决啊 这个暗格好像有东西 哎 这是巴豆啊 给强哥 我去里面还有人 这女的竟然没被熏死 那空气清新几再喷一下 哎 原来它是擦污渍的 那这边还有一瓶水 把它放好 不对 它应该是先加一下水吧 这样就可以把它放回前台了 那这还有一个干瘪的气球 把它放好 然后还有日冲表 这是做保健拔萝卜 这什么玩意啊 赶紧把它擦掉 这样一摘没问题吧 哎 这还有个监控 我去 感觉好温馨啊 还是把它删掉吧 再看几秒 再见 那再把洗手间关上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 你们是不是又在偷懒 什么偷懒啊 什么情况 长鼻子木偶想逃跑 如果你跟爷爷说真话 爷爷我想要自由 不想再被你利用了 温温复义的东西 就完了 啊 杀死了 小皮你要去哪 快点帮爷爷生产木材 报答爷爷爷的养优之恩 那就说 我要准备晚饭 爷爷 家里没你了 我下楼买带你做晚饭 那你速去速回 鼻子就变长 小皮来串门啊 你爷爷最近有没有念叨我 肯定没有啊 但我要说从来不提起 爷爷从来不提起王阿姨 但是家里挂的都是王阿姨的照片 看不出来老头子还挺浪漫 我去找他续续就 小皮哥哥要去哪里 陪我玩好不好 想是想啊 但要说你很烦人 烦死了 我最不喜欢子涵了 呜呜呜 我再也不和你玩了 欢迎来到小美直播间 我跳舞的样子迷人吗 不迷人啊 但要当榜一大哥 爷爷说他其实是你的榜一大哥 尊都假都 我这就去答谢他 生活一直都是这么苦 还是因为我是一条狗 是苦的啦 但你可以去当网红 小美说他要教你跳舞当网红 就不用再打扫卫生了 我这就去拜师 我就知道你是想逃跑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吗 那先把鼻子剧断 假装我知错了 爷爷我知道错了 成功逃跑了 当你把小姐姐的夜毛剪下来 它竟然可以当头发 这么漂亮 疼得值得 然后把鞋架上的太阳花拿过来 我就是最耀眼的 它也能当头发 所以这条鲤鱼也能当头发吧 这银色的绣发 那把扫地机器人砸了 这里面也有头发 还好不是很脏 诶 这老鼠为什么哭啊 是因为猫不喜欢你吗 我去 这鼠毛也能当头发嘛 杰瑞的毛好软 杰瑞好惨啊 那用这个黏毛的 撸一下墙上的毛 再把这些毛给小姐姐 这艳丽的绣发 然后看一下冰箱 发霉的面包也能当头发嘛 我喜欢顶着一抹绿 那这边的门外呢 这绿色的是白菜还是蘑菇啊 再烫一下就好了 哦 那把它烫一下 它到底漂不漂亮呢 看什么看 我这么美吗 我去 有种心动的感觉 当你选择了错误选项 妖精啊 老公都被吓跑了 老公来了 但老婆竟然是 不能让老公发现 我是狐狸精呀 那你赶紧出来 快想个办法变成人形 先吃一颗坏人丹吧 这个坏人丹怕是过期了吧 不会吧 先管理一下身材 那先来一套组合拳 变高了 腿这么多毛会露线的 这么多毛 可以把它织成袜子啊 皮肤太暗沉了呀 皮肤太暗沉选什么 直接用油漆刷白更快吧 脸还不够好看 脸不够好看 不能贴猪鼻 也不能戴口罩 那只能选时钟了 一下获得了一千年修为 这么好的吗 再把狐臭遮一遮 狐臭香水掩盖不了吧 直接从根源治疗吧 假装在洗澡换件衣服 再开门 老婆 你又变美了 老公 我爱你 这也太简单了吧 千万不要把小美 拖上救护车 不好 车被你压爆了 各位快跳车 我去 这也太离谱了吧 小美对不起 咱们有缘再见吧 不行 我要变漂亮 让她后悔 变漂亮是吧 那先把你捶爆 不行啊 那还是先运动减肥吧 你看我站着都费劲 举不动啊 这么胖还拿不动啊 那没办法了 只能拨打急救电话了 是谁叫的救护车 这里面有个胖子快来救他 不行 门太窄 我出不去啊 哦 对了 用锤子先把门砸掉 这下宽敞了 但是上车的话会爆胎啊 还是换一辆大卡车吧 你太重了 大火车才能运走你 赶紧去秘密改造吧 加油 终于快减肥完了 妈呀 有点吓人呢 这肚子还这么大 先来个杠磷减肥吧 你看我站着都费劲 举不动啊 这咋还不行呢 那是先给你精华液吗 难看的皱纹也没了 那可以用杠磷了吧 一 二 一 二 小肚肚终于消失不见了 那这样可以穿上衣服了吧 所有男人都将臣服在我的十六群下 果然胖子都是潜力股啊 先把地上的闺蜜安排到后面 我三岁 我好困 然后把橡皮筋给中间的闺蜜扎头发 对了和姐妹们见面今天出门太着急 我去 你是男的吧 要拍出满意的照片 那还是拿地上的化妆品化一下妆吧 化个妆吧姐妹 下次抱抱了 右边的姐妹应该看镜头吧 啥时候能拍完 我们去逛街 对哦 你这穿的是睡衣啊 换一套吧 今天起床太匆忙了 这符字你拿倒了吧 还有点迷糊 哎 地上还有符字 对了 左边的闺蜜也应该拿符字吧 老举着太累了 就在地上放一会儿 那也是 这个东西是啥 放在中间嘛 新年行大任 佛来福昌圣 瞅你急言啊 那这边的闺蜜别扣鼻屎了 最近有点上祸 我怎么感觉你不开心 这边的闺蜜也不好看 是不是缺点什么呀 这样好看 哦 拿了个灯笼 那这边的闺蜜 也要拿灯笼才对呀 这下就刚好了 嗯 这样看起来应该是满意了 妥妥的五个大美女呀 这怎么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呢 先把手捧花往后一扔 嘿嘿 下次轮到我结婚 就骗走一个假老公 那再打电话叫姐妹来 喂喂 姐妹们来帮忙 又拐走了三个老公 帮小美找到老公 那把酒给他们喝 我老公千杯不倒 你们都挺能喝呀 那你们锻炼如何 我老公力大无比 还都是猛男呢 那看一下你们的腹肌 我老公身材最棒 留下的还是真猛男呀 所以你们相信光吗 我老公是迪假粉丝 有两个是假粉啊 把音乐打开 我老公能歌善舞 你这老公什么都会呀 那要是你结婚带娃呢 我老公不介意我带孩儿婚 啊 留了留了留了 离谱啊 还有四个人不介意 那把新娘裙子掀开 这么多腿毛 就问你们顶不顶得住 我老公说我毛毛多最可爱了 老婆你最棒了 哇塞 还真的是好老公